《出埃及记》第39章 比萨列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 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并碾的细码做以福德 把金子垂成薄片,剪出线来 与蓝色、紫色、珠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 又为以福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 接连在以福德的两头 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福德一样的做法 用以束上与以福德接连一块 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并碾的细码做的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又啄出两块红玛瑙箱在金槽上 仿佛刻图书 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 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福德的两条肩带上 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 和以福德一样的做法 用金线与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并碾的细码做的 胸牌是四方的 叠为两层 这两层长一虎口 宽一虎口 上面镶着宝石四行 第一行是红宝石 红碧玺、红玉 第二行是绿宝石 蓝宝石、金刚石 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晶 第四行是水仓玉、红玛瑙、碧玉 这都镶在金槽中 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 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在胸牌上 用金金凝成如绳子的链子 右坐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 把那两条凝成的金链子 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 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 安在以复德前面肩带上 坐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 在以复德里面的边上 右坐两个金环 安在以复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 挨尽相接之处 在以复德巧弓之的带子椅上 用一条蓝细带子 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复德的环子细住 使胸牌贴在以复德巧弓之的带子上 不可与以复德离缝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织工做以复德的外袍 颜色全是蓝的 袍上留意领口 口的周围支出领边来 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 在袍子底边上 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并碾着细麻做石流 又用金金做铃铛 把铃铛定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流中间 一个铃铛一个石流 一个铃铛一个石流 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植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 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果头巾 用练的细麻布做裤子 又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并练的细麻 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 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 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帐墓就是会墓 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 他们送到摩西那里 帐墓和帐墓的一切器具 就是钩子 板 栓 柱子 带帽的座 染红公羊皮的盖 海狗皮的顶盖 和遮掩柜的帽子 法柜和柜的杠并食恩座 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柄 金金的灯台和百列的灯盏 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 金坛 高油 新香的香料 绘幕的门帘 铜坛和坛上的铜网 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 洗桌盆和盆座 院子的围子和柱子 并带帽的座 院子的门帘 绳子 橘子 并账目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 金工做的礼服 和祭司亚伦 并他儿子在圣所 用以供祭司职份的圣衣 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 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 耶和华怎样吩咐的 他们就怎样做了 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 就给他们祝福 出埃及记 第四十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 正月初一日 你要立起帐幕 把法柜安放在里面 用曼子将柜遮掩 把桌子搬进去 摆设上面的物 把灯台搬进去 垫旗上的灯 把烧香的金坛 安在法柜前 挂上账目的门帘 把梵祭坛 安在账目门前 把洗灼盆 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 在盆里盛水 又在四维立院围 把院子的门帘挂上 用高油把帐幕 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 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 就都成圣 又要抹梵祭坛 和一切器具 使坛成圣 就都成为至圣 要抹洗灼盆和盆座 使盆成圣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 到会幕门口来 用水洗身 要给亚伦穿上圣衣 又告他是他成圣 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又要使他儿子来 给他们穿上内袍 怎样告他们的父亲 也要照样告他们 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他们世世代代 凡受告的 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人 摩西这样行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 帐幕就立起来 摩西立起帐幕 安上戴帽的座 立上板 穿上栓 立起柱子 在帐幕椅上搭罩棚 把罩棚的顶盖盖在旗上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把法板放在柜里 把杠穿在柜的两旁 把施恩座安在柜上 把柜抬进帐幕 挂上遮掩柜的帽子 把法柜遮掩了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 在帐幕北边 在帽子外 在桌子上 将柄陈设在耶和华面前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 在帽幕南边 与桌子相对 在耶和华面前点灯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帽子前 在坛上烧了辛香料做的香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挂上帽幕的门帘 在会幕的帽幕门前 安设梵祭坛 把梵祭和宿祭陷在旗上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把洗灼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 盆中盛水以便洗灼 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 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或就进坛的时候 便都洗灼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在帽幕和坛的四围立了愿违 把院子的门帘挂上 这样摩西就完了功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摩西不能进会幕 因为云彩停在旗上 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 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 云彩若不收上去 他们就不起程 只等到云彩收上去 日间耶和华的云彩 是在帐幕以上 夜间云中有火 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 在他们所行的路上 都是这样 路加福音 第十章 这世以后 主又设立七十个人 差遣他们 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 往自己所要到的 各城各地方去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你们去吧 我拆你们出去 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鞋 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无论进哪一家 先要说 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 你们所求的平安 就避临到那家 不然就归于你们了 你们要住在那家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接待你们 给你们摆上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对他们说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不接待你们 你们就到街上去说 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 粘在我们的脚上 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 虽然如此 你们该知道 神的国临近了 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的 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格拉逊哪 你有祸了 伯塞大 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 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推罗 西顿 他们早已披麻蒙灰 坐在地上悔改了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 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加百农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推下阴间 听从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 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的 就是弃绝那 差我来的 那七十个人 欢欢喜喜地回来 主啊 因你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我曾看见 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乱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然而 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欢喜 正当那时 耶稣被圣灵感动 就欢乐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教父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是谁 除了子 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耶稣转身 黯黯地对门徒说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 那眼睛就有福了 我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 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 试探耶稣 夫子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样呢 你要尽心尽性 尽力尽义 爱如你的神 又要爱灵社 如同自己 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 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灵社呢 有一个人 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 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 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 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 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 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瓷心 向前 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二田银子来 交给店主说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你想 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 强盗手中的灵社呢 是怜悯他的 你去照样行吧 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 名叫玛大 接她到自己家里 她有一个妹子 名叫玛利亚 在耶稣脚前 坐着听她的道 玛大伺候的士多 心里忙乱 就进前来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 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玛大 玛大 你为许多的事 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诗篇 第五十一篇 大卫与八十八同事以后 先知拿丹来见他 他作着诗 交与灵长 神啊 求你爱你的慈爱 连续我 爱你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 洗除静静 并截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轻正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西草 捷径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 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 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上的骨头 使你所压上的骨头 可以踊跃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 自我乐意的灵 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 只叫有过犯的人 罪人 必归顺你 神啊 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主啊 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武 若喜爱我就献上 烦祭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计 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求你随你的美意 善待喜安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 你必喜爱公义的计和反计 并全生的反计 那时 人必将公牛 陷在你坛上